今天是2021年12月的28号年底了 昨天下午接到我们碧海院社区书记的电话 通知我今天到白沙滩医院注射新冠疫苗第3针 说是从9点钟到下午4点钟 我现在从我们小区出发 现在是2点48分 看我们小区这个地方 全是雪呀 这个乌业的师傅还在用铁锹赶雪呢 门口这个地方 这边东边雪比较厚一些 出小区大门 给我打开了 这边公路上已经画的差不多了 这边还有大坝 微海市到廊坊市的大坝 这条路叫做莲花山路 是我们小区东面的一条路 然后看见那个山就是多福山 怎么多福山呢 就是残龙山 这是我们小区的高层 我现在要去的是这个什么路呢 叫做银银银大道 银银大道 这里到白沙滩镇 到白沙滩镇呢 大概有个20多公里吧 或者不到20公里 那个样子吧 看银银大道这个大路上的雪啊 基本上是融化了啊 我的右手啊 是小侯家村 我的左手呢 是银泰花园啊 和前面的这个海之园小区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啊 外市职业大学的北边啊 这条路一直是湿漉漉的啊 学刚化湿漉漉的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啊 我的车险呢 是石外温度四度 我现在行事在山水人家啊 前面的公路上啊 这个银银大道上 这边的公路上的雪啊 化干净了啊 因为这边下的雪 本身就比较小 西面啊 公路上是干干干的啊 不像前一段 那都是水 路上都是湿漉漉的啊 汽车啊 14.3公里 我来到了这个乳山二院 也就是白沙滩医院 这个白沙滩呢 目前是 滨海新区啊 这个新的行政序话里是唯一的一个那么一个镇啊 指管镇 因为银滩 过去就叫白沙滩啊 这边停满了车啊 农商银行 疫苗接种 请到住院部 一楼洞 看这里 现在人不多了 进门的时候出示了一下健康码啊 为什么赶到下午来呢 前两次啊 打针的时候都是 上午来的 人特别多啊 今天看人就比较少了啊 人少等的时间短嘛 过去都是从这等啊 这个里边啊 这个棚子底下是排满了人啊 现在这里 用不着了 没那么多人注册了 没那么多的人在这个排队了啊 排队人很少 排过来吧 住院部 哎老哥您是哪地方呢 哪地方呢 是 哦 房小松 郭教授 你这远吗 他通知几点钟 给你们通知是 7点半到5点 哦 7点半到5点啊 哦 他通知我们是4点 天心来吧 现在刚三点多钟 来得及 啊 这一会儿功夫啊 挺快的啊 我已经排到这个台阶这儿了 后面也来了一些人啊 都来自哪里啊 你们都 东北 东北 哦 呃 在这阔东了是吧 哎 啊 这个说的南方口音 还在拍的啊 这门口 门口这个地方 登记一下啊 这个年纪大的老人呢 呃 这个工作员还帮助他们啊 知道知道 嗯 嗯 来 去看 下边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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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种门诊 这就是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这就是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身份证录用信息 陆续信息 啊 非常快啊 有八个大夫同时给注射 所以说一会儿就打完了啊 前后也就是二十来分钟吧 连排队 带登记 带注射啊 就结束了啊 按理说应该在这地方 再厚他个半小时观察一下 气也没啥关系啊 就走了 人进人出的啊 啊 现在回返啊 呃 在此是还要十分感谢啊 咱们那个社区的李洋书记啊 这个昨天是千迪您万嘱咐啊 让我开车开慢点啊 他担心昨天雪梅化 可能容易打滑了 看来今天没什么事啊 今天那个雪梅化的差不多了 今天室外温度 现在已经是室外温度五度了啊 我在背影处啊 室外温度是五度